大家好,我是风婆子 今天呢,我就想给大家演示一下 B减这个编辑软件到底有多好用 你看它还有这个录屏的功能 首先呢,我们要到我们的这个软件商店去下载这个B减这个工具 因为我其实是已经下载好了 我只是想给大家看一下我是怎么下载的 我们输入B减搜索 然后呢,这个就是我们要找的内容 我们把它下载下来就可以了 因为我已经下载完成 所以我们就可以直接退出 在这里进入它的编辑页面 因为我现在是在录屏 我们现在回到编辑开始创作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把我们要上传的这个视频软件 给上传上来 比如说我用这个 按下一步 它就到了我们这个编辑的页面 因为这个视频呢,里面是没有我说话内容的 所以我可以把它静音 因为你也知道这是我家院子 我们家养了很多鸡和鹅 哎呀,那叫声简直太吵人了 所以我都把它静音 然后我可以把我写好的文稿来读出来 然后它这里面有一个录音的功能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做一个录音 这里也可以选择音量的大小 你点一下这个音频就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录音这个标志 我们点这个小麦克风 这个录音就可以开始录音了 比如说 大家好,我是疯婆子 都说上帝为我们关上了一扇门 总会为我们打开一扇窗 其实回头看看自己一路走来 确实是这样的 事情的转机是我们自己没有放弃 好了,我们就拿这个为例子录完音了 我们就点它一个红色的按钮 它就暂停 那我们如果确定这就是我们想要的这个录音的话 我们就按对勾 如果我们可以重复的录哈 如果你不想要这一块 你就可以选择插 那我们可以把我们不需要的部分给它去掉 比如说推拉这个词条 就可以 就可以来选择 我们不要的部分 你比如说后面 我还多说了一块 好了,我们就拿这个为例子 好,我这块是不需要的 所以呢,我就把它这样修剪掉 我们也可以用这个小剪底下这个 这个竖条下面的小剪刀来快速的修剪 但是呢,因为它是微条 所以呢,就不需要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听一下 大家好,我是风婆子 都说上帝为我们观赏 我们这里也可以调节它的音量 因为我现在不需要调节音量 这个视频呢,我就先简单的做到这么长 所以我把后面多余的部分 我可以把它剪掉 用那个小剪刀 然后呢,放进小垃圾桶里 哦,不对 剪错了,是吧 把这个,我们把它选中 然后呢,放在小垃圾桶里 记住了,这个就是说 帝剪后面它有一个宣传的尾片 所以我们也可以把它删掉 这样可以让我们的视频看上去更漂亮 OK,那我们这样就做完了 我们这个小短视频 因为我拍摄的是横屏拍摄的 我是想做一个长视频 如果大家是做那个 一分钟以内的短视频的 那最好就建议用竖屏来拍摄 编辑的过程是一样的 你也可以加字幕 也可以不加 那我们现在呢 录完音 我们,如果我们这个拍摄的时候 我们就自己已经说过话了 那我们就可以免去这个录音的过程 那我们现在呢 来添加字幕 添加字幕的之前呢 我们要把这个我们 做好的这个视频文件先导出 我们把它导出去呢 我们再把它导进来 有一点感觉麻烦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选择保留 也可以选择不保留 如果你觉得做了很长时间 然后呢 那你最好就是保留一下 那我们 因为我们已经把它导出了 这个是我们刚刚做的 是吧 那我们就还要再重新来做一遍 那我们现在就把它再导回去 这个呢 视频就是已经让我们录好音的 我们可以来简单的测试一下 OK 音频文件也在里边了 那我们现在就要添加字幕 先识别这个字幕 然后我们就点下方的文字 然后它这有一个识别字幕 好了 那我们看这是视频 对吧 所以呢 因为我们刚才把那个录音文件 已经导到这个视频里了 所以我们就点视频就可以了 就开始识别 我只是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因为这个视频呢 本身也很短 但是长视频和短视频 它的操作流程是一样的 就是在它识别的时候呢 我们不要切换这个手机 比如说 哎呀 我去看一看我的邮箱吧 我要去做 那你就中断了 它这个识别了 所以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等待 没想到这么短的视频 等待的 哦 还好 刚要抱怨 OK 那我们现在把视频 把这个语音 已经转成字幕了 那我们现在呢 要有一个编辑 因为有的时候 它识别的时候 是有错别字的 而且我们还有很多口头禅啊 啊呀 呢呀 什么的 是吧 它可以智能去词 就是把这些东西全部都给 呃 后面的 不需要的 那个字啊 理声词都给去掉 那我 我现在因为 说的比较短 所以它没有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 逐条的来 选择 编辑 我们的字 你比如说 个别的需要编辑的话 或者是 我想把这两句话 给这句话 给挪到上一句 跟它在一起 那我就可以合并至上一句 那如果假如说 哎呀 我觉得这个太长了 是吧 那我又想把它给 呃 变回到 这个就是我们最后想要的字幕的效果 但是呢 还不完美 我是天平座哈 所以呢 有的时候就这样 我们刚才是批量编辑 这回呢 我们再单个的编辑一下 这个单个呢 其实也就是前两句 这有一个模板 一般情况下呢 我希望字号大一些 所以我选择的是 这个大刀字简 然后呢 它这有个样式 可以调节字号的大小 因为我觉得 这个字号大一些 看上去更方便 所以呢 我就调大一些 有的时候我们调完第一句呢 不调第二句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 你看这个第二句 或者往后的 又是小的 所以呢 我们再把第二句也调一下 我也不知道它为什么就变成这样哈 但是呢 呃 你看这个大刀字简 其实呢 你不用就是说 呃 去再按一下 再选一下了 它都给你选好 因为我第一句已经设置好了嘛 它但是呢 你如果不再走第二句的话 不再设置第二句 这样走一下的话 它呢 第二句是小的 而且这块呢 你看 有一个可以选择 所以往后的字呢 全部都是按照这个字幕的大小 字号呀 还有它的颜色什么的 都是按照这个模板来走的 所以我们按确定 那你就可以看到 你看第一句和第二句 这回还有往后的 也就是一样大小了 好了 那我们这个字幕也上传好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它导出来了 这呢 就是我们最后需要的上传视频的一个效果 如果你想加上音乐呀 也可以 呃 我做长视频的话 我是有一个偏好 我是喜欢用emovie 把它呢 这个我编辑的这个文件 呃 上传到这个emovie上面 来看一下效果 哦 我刚才忘了把b减的这个尾部去掉了 这个片尾 所以在这个emovie里面 我们也可以编辑 因为它本身也是一个编辑软件 是那个苹果自带的 OK 那我们把它剪辑完 你看 呃 你在那个b减里面 可以把它直接剪掉的 呃 这个是 当然这边也可以再剪辑一下 那我们呢 呃 我用这个emovie 最主要的是 我的电脑也是 苹果电脑 我可以把它编辑一下 比如说上传音乐 我这里有音乐是吧 我喜欢用这个 这个呢 也是一样的 是可以 呃 那个b减也可以上传音乐哈 但是呢 我喜欢 长视频的话 我喜欢用emovie 你看我把音乐的声音都调到很小哈 尽量的不让它掩盖住我说话的声音 大家好 我是风婆子 OK 那我们做完了之后呢 如果你也觉得很满意 这个时候呢 你也有一个小按钮 你就可以 这个按钮 你就可以把它上传到你的电脑上面来 上传完了之后 就上传到我们的电脑里边 我们可以用大图来看一下它的效果 呃 如果都没问题 我用我的电脑来上传长视频 那我用我的手机呢 直接来上传短视频 还是那句话 短视频呢 最好是用这个竖屏来拍摄 长视频是横屏 你看我上一分钟的短视频 就是这样的 然后这边呢 因为我强迫自己学英文 所以我手机的提示都是英文的 刚才呢 是呃 私人 只是呃 自己可以看到 那我现在选的选择公众也可以看到 然后我就可以编辑 啊这个 你比如说赌场 的 嗯 三明治 午餐 还不错 然后我就可以选择 对吧 上传了 这是短视频哈 你看 呃 这个也很 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看到 他上传的效果 这个呢 就上传完成了 然后你在这里可以 在短视频里 可以看一下 他的效果 如果长视频呢 上传是一样的 这就是如何用避减来编辑我们需要上传的视频 不需要注册 只要下载好避减软件就可以了 是非常方便的 如果我们想要上传视频到YouTube平台呢 我们需要用电子邮箱在YouTube上注册一个账号 这样就可以了 如果你有关于上传YouTube视频的问题 请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给我 我看到了就会及时的回复给你 非常感谢 我们下期视频见 爱你们 拜拜